弟子定当接近所能 付诸前辈练成此丹 柳明听闻此言 方才恍然大悟 急忙再次一抱拳道 如此甚好 事成后自然会有你的好处 事不宜迟 这便开始吧 你跟我过来 钟义点点头后 冲柳明一招手 满意的说道 随后白胖子 他老者带着柳明 进入了其中的一间茅屋当中 这间看似普通的茅屋 屋内别有洞天 赫然是一间四四方方的炼丹室 大约有十几丈面积大小 房内一侧 简单陈列着几个黄木的书柜 和一张简朴的床 除此以外便无其他了 类似的地面之上 一个大约有寸许深的沟槽 组成的法阵 隐约可见 忠义走到法阵前 袖袍一抖 一只赤红色的小顶 击舍而出 在空中一转之后 便化作为三四丈之高 蓬底一声 重重地落在地面 那沟槽所化的法阵之上 巨大顶炉之上 红 黄 蓝 三色复纹 清晰可见 柳鸣见状 微微一愣 此顶正是先前 他在小炎界中 所见到的三位真燕顶 接下来 我就将炼制着斗剑丹 你所要做的是 在此丹即将宁丹之时 持续不断地放出剑气 灌注到顶炉之内即可 你既然是一名炼丹师 应该能知道 何时为此丹宁丹之时 切记时机把握 不可太早 也不可太晚 不然此丹一旦 无法吸收足够剑气 便无法顺利炼制而成 忠义冲柳鸣淡淡地吩咐道 柳鸣文言 自然恭声答应了一句 忠义随之深吸了一口气 双手十指 骤然间一阵变缓 一连数道法掘 导入面前的三位真燕顶炉中 据顶表面的三色符文 顿时开始闪动不停 顶盖也一飞而起 顶口中不时有三色霞光席卷而出 正在此时 轰的一声 一道法掘没入底部的法阵之中 一股炙热异常的赤色火龙冲天而起 并一个旋转地将锯顶底部包裹其中 忠义袖子一抖 三枚储物服便出现在了掌心 一连撕碎过后 一堆让柳民看得眼花缭乱 且大都叫不上名字的材料 一股脑袋悬在了其身前半空 下一刻 白袍老者双袖接连飞舞 悬于身前的材料 全都一波波地自行跳入顶楼中 并且顶盖一路而下地 重新合上 做完这一切后 忠义一边单手掐纸计算火候 一边静静地等待起来 并时不时地朝顶炉中打入几道法觉 时刻控制着顶外赤色火焰的温度 柳民目不转睛地盯着此顶炉 第一次炼制窦灵丹的他也不知道 此丹大概需要凝练多久 何时才是凝练之时 只能时刻保持着警惕 以免错过诸如剑气的良机 二人就这样 在茅屋当中一待就是三天三夜 柳民对剑气注入的时间 也掌握得越发熟练 每一次都能够剑气无声地注入顶炉中 并且有大半都被里面丹药吸收干净 只有小半溃散消失 正当柳民以为此丹药要炼制更长的时间之时 突然顶盖开始微微颤动 开始喷出了白色的气眼 应该差不多了 一会儿我打开顶炉 你动用全身法力 能放出多大的微能的剑气 就放出多大的 忠以剑此情形 当即目光一闪地说道 柳民自然点点头称事 并且袖子一斗地将青色小剑握于手中 再一掐剑绝 对十一刀刀剑影在身前一一浮现而出 忠以剑状颇为满意地微微点了点头 再次袖袍一幅地掀起一道清风 将顶盖缓缓挪动出一个持续的开口 柳民剑状手中剑决一宁 握剑的单笔一颤 一道道青色剑影当即化为剑气的破空没入顶炉当中 随着剑气的涌入 顶炉之中对时响起了阵阵低不可闻的 剑气交错的乱窜的声音 如此足足持续了一顿饭功夫后 忠以口中清凸了一个亭字 柳民才见觉一收得停止了贯注 做得很好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忠以夸奖了一句之后 便袖袍一幅地将顶盖再次盖上 随后双目一臂静静地等待起来 结果大约过了两个时辰后 只听见顶炉之中传出轰的一声闷响 同时一股浓烈的焦糊味道在茅屋之内弥漫开来 唉 看来是失败了 忠以微微摇了摇头后 一掐发掘 将顶盖打开 单手一招 一团三色火焰包裹中 黑乎乎的快撞物体飞射而出 并落在了其掌心 他只是扫过一眼后 便抛在了一边 随后如法炮制地 再次取出三张储物符 撕碎 并将一堆材料 再次倾入锯顶之中 并一催法觉的 点燃在顶炉底下的赤色火焰 开始了第二次炼丹 而柳明自然也是一同的默默等候 一边调息恢复着法力 一边时刻关注着聚顶内的动静 如此又是过了三天半之久 顶炉之内再次传出了轰的一声闷响 焦糊之味的一出 第二次炼丹依然是以失败而告终 柳明见此 不禁一咧嘴呀 这豆简丹竟然如此难炼 连一位天象镜的精通丹药的炼丹大师 也一连两次炼制失败了 此丹炼制的承担率之第一 可想而知了 而那些炼丹所用的材料 恐怕随便拿一样 放到外界也是有价无市的存在 但中意却面无表情的 再度撕碎三张储物符 开始了第三次炼丹 数日之后 当顶盖在此微微颤动之时 有名当机立断的一催见绝 放出一道道青色剑气 没入了开了一条缝的三位真艳顶炉当中 在中意盖上顶盖之后 又两个时辰 顶炉之中却开始不断的传出 劈劈啪啪的轻微爆裂之声 并且此种情况持续了有一顿饭功夫之久 就在柳明一番疑惑之时 一股三色火焰却突然从顶盖的细缝之中 冲天而起 成了 中意见此 顿时露出了一脸欣喜的神色 单手一扬的打出一道法绝 顶盖徐徐的一挪而开 一道银白色光晕顿时大亮 同时一股冲天剑气从顶炉中散发出来 同一时间 柳明灵体内的须弥剑胚之灵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静眼微微的颤动不停起来 柳明一惊之下 急忙单手掐绝 才将体内剑胚一扬镇压了下去 这时 中意这才将手中法掘一挺 单手一招 三颗拇指指节大小 被三色灯眼包裹的丹药 从锯顶中腾空而起 并嗖的一声飞入其手中 他用两只手指将其中的一颗夹起 放在眼前 双眼一眯的细细打亮起来 透过层层包裹的三色灯眼 一颗银白色的丹药清晰可见 而其上面 则明眼有一条淡淡的金色丹纹 一旁的柳明 看见这三枚被三色灯眼所包裹的银白色丹药之时 不禁大吃一惊 这所谓的斗剑丹 赫然与其以前从小烟界中 得到的那颗丹药 外表气息极为相似 只是其手中那颗丹药明显大上一圈 里面有三条金色丹纹 而这些丹药只有一条丹纹 并且没有像其手中那颗表现的那般灵性十足 真成了 有了此丹 以后进阶剑完 应该是不成问题了 钟义显然 对能够炼制成功十分满意 仰天一声大笑起来 太上长老 这斗剑丹和剑丹 有何关系啊 柳明听闻剑丹二字 不禁心中一动 想起了当初 与叶天梅一同出海之时 其口中也曾经有所提及 登记忍不住的问道 哦 你不知道也属正常 剑丹是园灵飞剑进阶后的存在 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法宝级别 但其进阶过程和其他灵气不同 必须在成千上万次和其他飞剑的互相争斗中 才可能最终磨练而成 而斗剑丹就是不用和其他强大剑修直接斗法 就会让各种飞剑自行互相争斗磨练的丹药 忠义摸了摸胡须 缓缓地解释道 柳明文言 这才面露一丝恍然之色 剑丹竟然是如此进阶而成的 而其手上却已经有了一颗三条灵纹的反品级斗剑丹 这让其心中不禁暗自大喜 对了 听闻你所炼制的剑胚之灵 因为某种原因已经受损 而这次炼制成斗剑丹 你也算出力不小 这样吧 我给你开一道敷衍 让你可以进入一次本门密地剑魂殿 那里原本只有密传弟子方可准许进入 你可以在殿内通过击杀剑魂 吸取其中转化而出的剑异能量 让剑胚之灵迅速恢复亏损 甚至还有可能比以前再强大一倍以上 白帕老者突然话锋一转 冲柳明露出一丝笑容地说道 剑魂殿 多谢太上张老恩赐 柳明虽然第一次听说此名字 但从所能够进入里面 恢复剑胚之威能 自然是大起过望的 再居身一躬 嗯 你修炼过太刚剑绝 倒也勉强算有资格进入此地 这是一张隐符 你凭借此符便可以进入剑魂殿一次 至于在此殿内能获得多少建议 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白帕老者边说边从秀中取出了一张灰蒙蒙的符禄 递给了柳明 柳明则一脸欣喜地接过此符禄 并真而重之地收入须弥界当中 随后的时间 这位中医长老似乎由于练斗剑单成功 心情大好之下 这又指点柳明练灯技巧 这自然也让其受益匪浅 又过了半天之后 二人一前一后地走出了茅屋 钟义只是袖子一扬 一道白色霞光席卷而出 将柳明全身包裹其中 下一刻 他只觉耳边轰的一声传来 便被传送出了神秘空间 再次出现在了执法殿的传送片殿内 柳明四下挡量下 直见附近并没有其他人后 当即长吐了一口气 便大不得走出了偏点 没有多久后 他就去找执法殿的执事 领取了二十万贡献点 并将自己所欠的一件宗门内大功提交后 便静止朝大殿外走去 出了执法殿大殿后 他并没有回洞府 而是直接驱云去离趟藏经阁 这一次 他并没有碰到那个 颇为熟悉的女性执事弟子 值班之人换成了一个浓眉大眼的壮汉 和此人打了一声招呼后 柳明便直接上了三楼 只被有关单要点击的所在 经过查阅一番资料后 他终于在一本古旧点击之上 找到了有关中益长老炼制的 窦简单的详细资料 原来这窦简单乃是上古之时的一种单方 所需要的材料复杂之极 并且很多都是已经绝技的灵才 根据点击上的记载 这种单要便是在上古之时 就很少有人能炼制了 到了如今更是几近失传 也只有太清门这等超级宗门 并有中意这等天向静的炼丹师情况下 才能集全宗之力 多用一些积攒多年的天才地宝 才能炼制出来 但是这窦简单 对于简修之人来说 的确是不可多得的至宝 没有此单的话 一般的简修想要让圆宁飞简 进阶成剑丸形态 不但需要莫大机缘 其中的艰险更是千难万难 真正成功进阶的 更是百步足一了 不过这窦简单越是珍惜 有明心中就是越怦然心动 接着他又急切地查找起 和剑魂殿有关的点击 便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内 才终于在一本不起眼的 薄薄的黑皮点击中 找到了寥寥几句的记载 原来这剑魂殿 是太古时期 某位剑道大能陨落后 其通灵飞简自爆 无数剑以充斥他的住处后 而形成的一处密殿 此密殿最终被太清门先 被大能找到 并通过莫大神通 回到了万灵山安置 好专供门中建修弟子修炼之用 一开始门中任何弟子都能使用 但后来发现此种做法 让殿内剑魂消耗太快 这才改为只能由内门弟子 甚至后来只能密传弟子进入 不过柳明现在 既然有天象镜太上长老许可 自然可以破例一次的 洛幽峰的洞府中 柳明在密室中盘戏而坐 手中正抓着小颜界 得到的那颗银色丹药 丹药成拇指大小 通体被三色灯燕所包裹 表面呈现出亮颜色 散发出的气息 风瑞内敛 一切都和典籍上记载的一样 这确实是一颗斗剑丹 而且表面的三色金色丹纹 也说明了 这还是一颗入品丹药 比中益长老练至的那颗 要精纯得多 柳明用两根手指 小心地夹着丹药 翻来覆去地看着 越看越是欣喜 忍不住嘴角 泛起了丝丝笑意 有了这颗入品斗剑丹 意味着它在未来 便有很大希望 修成剑丸 从而在剑修之路上 更进一步了 不过 其不用多想也知道 要使用此丹药 起码也要拥有 圆灵飞剑 并且自身修为 达到一定程度 才有可能的 柳明如此一番思量过后 便单手一番 再次将丹药 小心地收入回锦盒当中 并放入了虚迷界中 毕竟此刻 他连圆灵飞剑都没有炼成 距离一期炼剑完还早着呢 这宝贵丹药 自然还是要先好好收藏起来的 接下来的时间 柳明在静静思量了一会儿后 便将杂念一收 开始沉下心来 继续专注地 修炼起了 欲见飞行神通 感谢收听摩天计